广播电台的空中呢 来到了一位特别来宾 是你精神上的栋梁 是你情歌上的栋梁 让我们欢迎张栋梁 哈喽 哈喽安娜你好大家好 我是栋梁 来栋梁你好 今天呢要给大家在精神上面 带来非常丰富的粮食 这次栋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呢 这一次就是发新专辑叫 别再惊动爱情 其实有隔一段时间 那这一次的音乐 我觉得是比往都成熟 然后内敛 然后非常贴近现在我的一些态度跟想法 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 所以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封面 非常非常的特别 就是像一本故事书一样 那你这么大本啊 那你只能放在这个古老的书柜上面 那这个十首歌是不是都用故事的方式 然后做一个画整为理 一个呈现就对了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这次就是一个音乐故事概念的专辑 那其实包装的是包装的像一本书一样 那里面其实有比较特别是 它除了歌词本 它有一个散文集 那里面都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那希望透过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跟大家说这些歌曲的故事 那还有十首歌 有十则散文 那有一则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包装 对 虽然说许多的这个朋友 在路上开车辛苦的上班过程当中啊 很有可能感情上也会遇到一些路况 不是开车上面遇到一些路况而已 所以呢 在维持这个稳定的感情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今天 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了吗 千万就不要再惊动爱情了 啊 城市很大 后来我走过海角天涯 城市有时会变下 晓得你背影无法装下 最近好吗 我怎么一时接无从回答 老朋友般的对话 表情却有一点复杂 像不同朋友一样融洽 礼貌的旧情别再精通爱情吧 不想再为一时感触 以后悲伤痛多远惩罚 再次付出代价 这几天这几月这几年我不怀念 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你在我前面 回忆多痛苦又被发现 我不愿 我不要我不想在相同的地点搁浅 你等我等她的旧情划清界线 我过得很好 不要打扰 这一刻安静就好 好来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状况 那场群公在国道一号南下 一百零五公里的路间 两个司机带打架 来来我们不止不要惊动爱情 也不要来想感情 有时候发生一些状况好好谈 才不会想感情 东良当初为什么 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 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而且你还为了这首歌 赋予它一个散文 对不对 赋予你的心情 对不对 没错 那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歌其实就是要说 大家就是在怎么样去面对 你一些逝去的恋情 那可能你结束了一段感情之后 不管是受伤了开心的 其实都会想说 好那我好好来珍藏 它在清理一个小小的角落 就不想去碰触 但是有一天 如果你碰到这本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思绪 然后非常澎湃的这样涌上来 就是要讲一个这样的感觉 那我写的那个讲 就是也是当时我对这个的了解 然后就写了一个小故事 对这个小故事来讲的是 在人山人海当中 一个大城市当中 虽然我们感情有时候 会遇到一些状况 会有失忆的时候 但是一些甜美的回忆 在逝去的过程当中 都还是会有一段 这个美好的画面 而且你越想要装的若无其事 其实内心的感觉越澎湃 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 有时候逝去的不断是感情 不只是感情之外 有可能也是师生之间的亲情 或者是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 今天9月28号刚好是教师节 那栋梁本身在当学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让你难忘的一段感情 应该说是跟老师之间也好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也好 其实我蛮谢谢 我这一路走来的 在学校碰到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老师 而且他们都非常有耐心 因为我相信我不是老师最爱的学生 但是他们还是一直一直不断的给我机会 跟教育我这样 是 那栋梁其实在歌曲的演唱当中 这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演唱的一个技巧的老师 或者是你当时是怎么样入行 怎么样接触到唱歌这个行业的 唱歌啊 唱歌其实应该是说我妈妈吧 因为我妈妈她那时候小的时候 就一直推我去表演什么的 后来才慢慢喜欢在台上的感觉 跟唱歌的这个兴趣 但是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音乐老师 他其实真的还蛮气重我的 他就觉得说动了好很不错 然后每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 都会推我出去这样 所以也是让我慢慢慢慢 越来越有自信在表演校 是 所以其实在这个启蒙的过程当中 每一位老师真的都很重要 虽然说呢 老师有时候能给的真的不多啦 那坦曲光尽管有时候 只能提供一些路况给你一样 那在不多的歌声当中呢 其实要提醒您 国道3号北上14.8 在外侧路间啊 一只狗狗逆向的行驶哦 狗狗没办法开发单啊 经过的朋友要自己小心一点啊 空气里飘散的雨滴 冷却我们的勇气 张志的情绪 就算叹息也变得很多雨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你说一句 否决以后的关系 我们的默契 你不必听 我统统在哪里 你能给的不懂 你能爱的不懂 你能爱的不懂 你的不懂 却把我无知己淹没 我需要的不懂 我渴求的 却是爱的紧握 怎么最后 让我们都沉默 好很多时候 在弹感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给的也真的不多 虽然说即便全心全意的付出 或者是对方的感受 或许都是有限的 有时候在国道上面行驶 我们能掌握的状况也是不多 所以提醒大家 有一些随机的状况 纳山群公在台88线往西 5.4公里 一过了大辽交流道的路间 有铁馆的掉落 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14.3 西兵交流道前的中间 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 所以提早的往内侧跟外侧 就要来移动 尽管能够提醒你们 一些路况上面安全的资讯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 相关的资讯 可以拨打1681968来做查询 东梁 在唱这首不多的诠释过程当中 是想要带给听众朋友 什么样的氛围 还有这整张专辑的诠释 是想要给听众朋友 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不多这歌 算是这张专辑里面 最不温不火的一个歌 但是我觉得它留下来的感觉 是还蛮深刻的 他可能听完觉得 这歌其实它在平淡之中 有一些思绪的那种feel 但是我觉得一张专辑 它必须要有一些这样的歌 去缓冲一下整个专辑 因为像刚刚听过 《别再惊动爱情》 是非常澎湃激烈的 然后可能像之后会听到 《怎么会哭》 然后《钟百人》 《寂寞成自然》 是音乐性比较强烈丰富 但我觉得这首不多 它就会是一个缓冲 然后我觉得它是在内心 还蛮深刻的 所以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 栋梁是怎么样跟 整个制作的音乐团队当中 做一个沟通 才能够将你的这个意念啊 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一次其实我 陆陆续续收割这件事情 就已经收了两年多 那所以所有的作品都是 我自己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拜托这些好朋友 然后他们的牙箱宝 都交到了手上 所以相对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在录音的时候 我就尽量把我想要表达的 态度想法都告诉 我一起合作的这些音乐人老师 因为毕竟我不是 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科班出生的音乐人 但是我可能在音乐上 我有很多想法 那我需要这些老师们 帮助我去达到 我想达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尽量 再跟他们沟通啦 对 其实栋梁在沟通上 或者是在整个MV的拍摄上 也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但是有一个镜头是导演要求 你十秒要掉眼泪的 怎么会哭的 对 在怎么会哭的这个 歌曲当中 在拍摄MV的过程当中 不但你有生病啊 或者是有发烧的一些情况 发生之外 是不是导演还有要求十秒落泪 他也没有说十秒落泪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 有哭的画面 我说可以啊 那来试试看 后来他们就蛮惊艳 觉得我怎么这么快可以哭 可是我觉得是那个歌啊 因为那个歌 我本来就很有感触 然后加上一些 剧情的设定 就是真的没有这么难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 可能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音乐 可以让栋梁 有一点感触 然后马上把眼泪流下来 终于不再问了 你想要什么 终于不再牵就 你提的每个要求 终于不再执着 当你一直就离开我 我决定让你走 不要你跟着我 受折磨 我怎么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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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我微笑着说出 只要你能过得幸福 我就很满足 好 来下午的4点18分 你的精神好吗 明明的和你的嘴巴 赶快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让栋梁来帮你撑腰 来 在国道10号网东 人舞交流到路口扎道上 有一只迷路的小猫咪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安达真想要问他 怎么会哭呢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栋梁在这张专辑 诠释的过程当中 这首歌可不可以请你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心情 怎么会哭啊 怎么会哭 相信很多男生会有共鸣 因为其实男生通常都会说 好 那你离开我 没关系 你只要幸福 我就很开心 我就 这是我最大的祝福 但是其实我们都 都不是 我们只是想要把那 坚强的那一面弄出来 在当下那个场面要hold住 对 可是其实事实上 我们当然还是会伤心难过 还是会哭这样 是 尤其是男生落泪的地点 往往有时候一边开车 这个眼泪就滴下来了 要不然唱歌的时候 眼泪就会跑出来 对 那这个朋友可能也都不知道 偷偷哭都不知道 诶 栋梁 像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当然会有啊 诶 那你就怎么调试 或许我们有朋友 现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这个心情都不太美丽 就想起来 或者是已经快哭出来了 应该怎么办 我最近最 可以让我最快跳脱 那个情况就是 我会喜欢去跑步 跑步啊 对 跑步 然后出汗一直狂出汗 然后听一些比较 比较快节奏的歌 跑步 就是 可是开车比较难啊 让自己的脚步 可以就是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行走 对 突然其实我觉得听歌 看电影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 跳脱那个情绪的事情 对啊 听歌跟看电影 有时候都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对 然后借由不同的画面 来让自己的这个回忆 可能可以稍微的淡化一点 没错 当然说要忘记是永远不太可能的 有时候在伤心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往往都会记得啊 被幸福追着跑的时候 对 有时候被幸福追着跑 感觉真的会蛮幸福的 有时候被爱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嗯 对对对 像啊 有些朋友啊 看到这个 你的后面的货物没有再好 有时候会掉下来 变成路面的掉落物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幸福 因为后面有朋友啊 在追着你跑 幸福追着你跑 提醒你一定要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说不出口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 跑累了后想放掉 不明白为何要 好强的口径的喝啤酒的泡泡 却追不住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 用情未干的烦恼 快一起那时候 多疾借多想要 原来爱的到来 想求不了 花年烟火的需要 孤单的不敢拥抱 一起咆哮 虚无缥缈 快乐被雪盘无上 单身的网搜资料 成双的记者还掉 不懂用心 只会逃墙 怎么能遇见最好 一起麻木太久 需要挣脱 问你想要什么 说不出口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 跑累了后想放掉 不明白为何要 好强的口径的喝啤酒的泡泡 却追不住 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 有情未干的烦恼 换一切 那时空 多疾借多想要 原来的到来 想求不了 来在东梁的歌声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非常的轻快 轻松愉快 这张专辑的过程啊 在制作的时候 都会有时候 有时候大哭 大笑 或者是轻松愉快的过程 那有些景光的朋友 现在可能很辛苦的 还在开车 东梁 要不要让听众朋友 感受一下 被幸福追着跑的感觉 要不要帮大家 整理一下路况 对 那这边就是 台六四线 巴黎清店那里 东向街中和交流道 也有一台抛锚车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 开车之前 好好地检查一下 车子的状况比较好 对啊 像这个东梁 像我们 有些朋友 可能现在很辛苦 正在工作在上班 那就像 好像你在唱歌一样 有时候都可能 会遇到一些路况 一些状况 有什么话 想要鼓励他们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以平常心 看待很多事情 然后我的个人的习惯 我不太会去 期待太多东西 不然东西 基本都会做好 然后我觉得 这样子人会 比较开心一点 不然你会 期待太多 然后太多的失望 但是往往 你没有期待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的惊喜 这是德思心 不要太重 对对对 其实这跟你 待会要介绍的 一首DJ时间的歌 分享有关系 没错 就是有时候 给朋友的一些安慰 跟给朋友的一些话 当中呢 就是提醒他 德思心真的不要太重 对 东梁当时候 为什么这首歌 是第十首 为什么会在最后 送一首给朋友的话 想要特别推荐这个 给朋友的画者歌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歌 我自己真的 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歌 虽然说 以一个唱歌的人的角色 去做出发 好像里面有很多事情 都在跟大家说 然后说 你们不要等到 只能怀念啊 想要做的事情 就马上要去做什么 但是其实 在唱的那个时候 我都好像是 在跟自己说一样 所以我其实很感动 那也特别谢谢 阿管跟余恒的词曲 然后我们大家都是 有共同的朋友 大家也是好朋友 所以在做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就很精准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每天都遗 atenção 好朋友 好朋友 要常常见面 就哭说笑 señ고요 好算最抱怨 说问就好了 有些 新的一天 不要等到 改天再约 谁知道有没有改天 总是最爽工作 忙碌没时间 别生了却失眠 坠墙的以为这是偶尔的寂寞 是真的寂寞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就四点二十六分了 待会呢 东娘又要继续前往人生的下一个旅程 下一个行程 那东娘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讯 要跟大家来分享 有新专辑当然会有很多的活动 那其实主要主要北中呢 我们各一场签唱会 就是十月一号礼拜六的时候 下两点钟在台北数位城户外广场 那十月十五号礼拜六 下两点钟在高雄新光三月百货三多店 那十月十六号礼拜天 在台中中油百货 也是下两点钟 那之后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大家想要知道相关讯息 可以上到种子在官网或是我个人的一些 Facebook或微博 上网搜寻 张栋梁就有相关资讯出现 没错我希望大家多支持活动 这一部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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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当初自己没有争取的 你能怪谁呢 不要冲荡负责 不要等到再过几年 想做的事都在眼前 到底还有多少情愿 到底还有多少情愿可浪费 你怕不怕后悔 你怕不怕后悔 因为我们就坚弱那么一次 只能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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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对手工作 忙碌没时间 你省了却失眠 却强得以为 只是偶然的寂寞 时间的寂寞 好 时间过的真的真的 光阴事件 这个栋梁的空中陪伴大家 三十分钟车厢的光阴 即将告一段落 那栋梁今天呢 非常的感谢您 来到也来到警察广播电台 那待会呢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 好 拜拜